今年休斯顿地区十月庆典反国致敬团 将由华侨救国联合总会美兰休斯顿办事处主任李英霞 带队回国参加双十国庆活动 并于9月9号休斯顿国庆系列活动开幕典礼上 举行了授旗仪式 由驻休斯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萧一方处长 驻休斯顿侨教中心主任王英荣 亲自将大旗授交李英霞 由他带着驻休斯顿侨胞满满的祝福回国致敬 十月十号要参加国庆升级典礼 每年参加国庆升级典礼 只要唱歌的时候很多都非常感动 都很激动 所以这也是我们乔奥回国最有感觉的日子 所以我十月十号订阅去参加 申请庆祝中方的生日 十月十二十二十月十二号 我们有庆祝华侨节大会 在国庆英雄冠军室 所以那个备用心这个 190的前总统啊 然后这个女演务部委长 都会来参加这个社会 在海外窍后聚集一堂 大家非常放心 今年还有一个重点 我是希望请在台湾去看 长登 养生 华春 让我们连继续还越大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到台湾去养生 所以它的养生中非常好 所以我想很多人 很多海外的侨胞已经开始在海底 就是国庆英雄军室 所以我想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我们 资金团的所有的套路 这一次资金团也将到台南空军基地 参加四海同心联欢会 向空军官兵致意 10月8号我们要去参加台南空军基地的四海同心联欢会 今年的这个行程是非常的遥远 我们要从台北出发 经过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 彰化 才到台南 那今年我们可以进到台南去看台湾台南的古都 这也是一个非常 乔委会为我们设计 让我们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 可以游了半个台湾 我想我们去参加这个空军基地的四海同心 表示我们海外侨胞 对空军的这个致敬 修顺中华乔连总会的办事处的主任 李营霞女士 继续过去六年来 一贯支持中华民国的热忱 再度组团 华侨反国执行团 对于即将到达的双持过境 再度发挥 关心我们中华民国 热爱我们台湾宝岛家乡 我们爱家爱国 希望大家手连手 心联心 一起来参与盛举 共襄盛举 举国欢腾 中华民国